欢迎回来继续Focus 今天进入了8月 很多人本来把这一天 看成是美国对于中国电动车 要加征百分百关税的起始点 不过现在预计延后两周 但是包括美国跟南韩的晶片厂 以及台湾以色列的半导体生产商 传出都可能遭到美国限制对中国供货 中国7月的制造业陷入低迷 消费市场的需求提振不起来 在中国的一个观察指标 就是连锁咖啡 两大龙头星巴克跟瑞幸 都已经陷入恶性的价格战 就在美国股市因为联准会 传出下个月有机会降息 三大指数周三集体高开高收之际 高涨的投资情绪却没能在亚洲持续 不论是上海山寸或者香港股市 周四都表现低迷 房产类股更在中国最新的 7月百成中古屋价格 出现连续第27个月下跌之后 领军杀低成为空头指标 而中国经济遭遇的问题 还不只有房地产 国内需求持续不振 与地缘政治压力 更让中国制造业活动 弥漫着悲观情绪 因此不论是大陆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最新7月份PMI 或是反映中小企业 与民营企业状况的财新PMI 都进入收缩区间 其中官方PMI仅49.4 不但连续第三个月低于荣枯线 更创下五个月来新低 财新PMI为49.8 是去年11月以来首次跌入收缩区间 显示制造业的疲软 尤其是新订单的减少 不论大规模国营企业 或者中小企业都面临一样情况 7月份尽管受到一些极端天气的影响 但是整个经济的运行 还是表现为一种平稳回升的这么一个基本趋势 官方虽然坚称当前经济仍属于平稳回升 但从中国两大连锁咖啡店 星巴克与瑞幸咖啡的最新财报 获利都出现明显下降 不难看出民众连每天最基本的咖啡 都要省着喝了 星巴克周三公布的2024财年第三季财报 总收入91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微跌0.5% 精力润则比去年同期少了7% 总体表现虽然符合市场预期 但中国市场的铜电销售额 却大幅下降了14% 营收远低于预期 我们继续遇到一个更严重的货币 和激励的竞争 在过去年 未必须的市场秩序 和一个压力的价格战争 至于瑞幸咖啡 虽然过去一年增加了9000分店 以2万间的总店数 成功登上中国连锁咖啡龙头宝座 也让第二季收入创新高 但斩电过快 导致铜电销售连续第二季下跌超过两成 净利润也比去年大跌12.7% 瑞幸高层强调将继续提供实惠的价格 似乎暗示中国咖啡市场主打价格战的恶性竞争仍将持续 专家坦言价格战予信心不足 民众收入无法增加的情况下 消费就会进一步放缓 经济活水流动不起来 对于中国全年的经济表现恐怕会是雪上加霜 而需求不足的结构性问题 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今日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为下半年经济工作展开部署时 虽然有所体认 确认坚持信心喊话 但中国经济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 恐怕没有这么容易克服 路透与彭博报导指 美方正考虑寄出新措施 阻止美光 SK海力士 三星电子等主要记忆体晶片商 向中国出售可以用在AI的高频宽记忆体晶片 还考虑限制台湾 以色列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生产商 向中国晶片制造商出口半导体生产设备 这可能进一步加剧美中科技竞争 我要强调的是 遏制打压 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 至于美国原本预计8月1号起 对电动车 车用电池 晶片 钢铝 太阳能电池等 总计约18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 加征进口关税 但因为相关审议工作还没有结束 这些新税的开征时间点 可能会延后约两周 美国强调加税不是要限制中国经济发展 而是要坚持公平竞争 财长叶伦近期更坦言 中国想主导制造业成为世界工厂 但其他国家不愿意接受 再次呼吁北京应该调整政府扶持下的产能过剩经济模式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VBS大运动家运动民一起竞技的殿堂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Win